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貝運晚安教育學院 我是Tim 在接下來的影片裡面 我們會針對FinalCode的特點 一一的做說明 讓大家了解到檔案保護的重要性 以及FinalCode對企業有什麼樣的幫助 與效益 在今天的影片裡面 我們會針對FinalCode的管理介面 去做說明 而FinalCode針對它的管理介面 它有提供兩種不同的類型 分別是雲端 以及本地端的類型 這兩種類型 它們的功能 以及介面上來說 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的 唯一的差別是 它們連線的地方 會有所的不同 而雲端就是連線到我們 Internet的服務上面 本地端的話 則是連線到我們環境中的Server 為止 那麼你們認為 只有這樣子的差別而已嗎 FinalCode它其實針對 這兩種不同的類型 它們你需要建置的一些成本等等 也會不一樣 而雲端的話是建立在我們 AWS上面 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的 並且我們是不用去做後續的維護 甚至建置的這些成本 我們可以把人力的成本 降到最低 所以使用者 它們只要能夠連到Internet 它們對外的443Po有開的話 它們都可以放心的使用我們雲端的服務 那麼相較於有一些企業可能是 它們的使用者沒辦法去做對外的連線 那它們勢必一定要本地端的伺服器 FinalCode也有提供這部分 我們是在VM裡面去架設我們的Server 並且你要提供支援的資料庫類型 FinalCode有支援的資料庫有四種 分別是MS Sequel MySequel Olocal 以及PostgreSQL 這四種不同的Sequel 那麼使用者 他必須要自己做後續的備員 維護建置的成本 會相對的提升許多 那麼他們也必須要針對 如果這些檔案外寄的話 外部人他必須要去開啟這些檔案 他勢必一定要連到你的Server 去做驗證 所以你必須要在防火牆上面去開對應的IP 去Mapping你內部的Server 讓外部人才能開啟這些檔案 但是你可能會擔心說這些檔案 他是不是透過FinalCode去保護之後 會保留一份在他的伺服器上面呢 事實上他並不會把你的檔案保留在他的伺服器上面 所以今天即便你是使用雲端的服務 你會擔心資料會外洩的 可能因為他會留在伺服器上面 這是不用擔心的 我們的伺服器上面他只會保留我們的存取紀錄 還有我們的原則設定 以及加密的經驗這三種而已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使用我們的雲端服務 以降低你們人力上的成本喔 那麼對於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透過上面的方式 與我們聯繫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下你的問題 我們都會有專人為你解答喔 在下集的影片裡面 我們會針對FinalCode的功能 一個功能是 你今天你可以限制使用者在特定的地方才能開啟 我們FinalCode保護的檔案喔 那麼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啦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點擊下面的訂閱按鈕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都在不定時會推出全新的影片 也別忘了把右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就這樣我們下次見 拜拜